新增140宗新冠病毒个案 从这波疫情以来新高 125宗属于本地感染 104个患者和葵冲村相关 袁国勇认为 葵冲村要全村禁足 暂时言之尚早 又说这波疫情 要至少两个月才可以控制得到 多根大学宣布 星期一开始改为网上杀货 各位我是彭建华 本港新增140宗确诊 其中125宗属本地个案 初步确诊继续过百宗 过百个新增患者和葵冲村相关 村内至今有7座有人感染 至今累计超过170人染疫 日葵楼新增的确诊有94宗 影葵楼9宗 雅葵楼1宗 一个在葵兴曼宁商店工作的 日葵楼住客早前确诊 他一个同事亦都染疫 当局相信店内出现爆发 其他同事需要检疫 村内商场早前有职员受感染的 从月圆祈和胡阳远 50多位长者需要送去亚博馆检疫 初步确诊方面 包括一个在旺角胜利道地盘工作的 影葵楼住客 3号码头 万宁货仓亦都有两个人初步确诊 其中一个人住在影葵楼 葵尔斯亲王医院和马加列医院 各有一个家居服务助理染疫 两个人上星期日 曾经在其中一个人 在日葵楼敬家聚餐 相信因此而传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到葵涌村视察 下午第3点 林郑月娥在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运输及火局长陈凡等官员陪同下 来到葵涌村 去到禁足令 正是生效的日葵楼外面了解情况 期间楼上有居民大叫表达不满 第15分钟之后 林郑月娥等人上车离开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认为 第五波疫情仍然在爬升 至少两个月才可以控制到 但葵楼村要全村禁足言之上早 不过建议大厦围封之后 如果有病例 住户之后五日都要强制检测 变种病毒Ormicron在葵楼村大爆发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在本台节目 讲清讲作话 村里面一个染疫清洁工是属于剃工 理论上可以游走多栋大厦 相信村里面更多大厦会有确诊个案 未来7至14天 社区有更多病例 被问到政府未有在日葵楼出现多宗确诊的第一晚实施居家隔离 是否太迟 当晚有份视察的袁国勇这样回应 当时专家 我们整班专家和卫生防务中心都觉得应该居家隔离 但因为他们说做不到 所以我们唯有就是我们所谓强制检测公告那件事 你觉得其实可能政府不同部门的抗疫意志不够坚定呢 整个抗疫是需要所有人 由政府一路市民大家互相合作 他说数据显示Omicron对身体造成的严重性相对低 呼吁葵楼出的居民不要恐慌 建议居家的就要开窗 外出的时候打一个外科和一个布口罩 不过意见质疑 特首林郑月娥昨天记者会仍然是没有戴口罩 政府曾经解释现场有足够的社交距离 本港另一条传播链涉及Delta变种病毒 至少有两宗的个案都是和最初爆发的宠物店群组无关 袁国勇透露其中个个案17岁住观塘海会的男学生 他没有确诊的补习老师都曾经去到那间宠物店买东西 两者可能有关联 至于本港会受到两种病毒夹击出现洗牌效应 袁国勇即认为机会好未 通常这些情况出现是要两边的数目都很多 同时在一个群组里面一起发生 然后才有 现在你看葵冲村的群组和另外观塘那边的群组是真的不同的 在两个不同地区 至于是不是应该维持动态清零政策 他相信最终能够清零 但清零是志在争取时间去推高疫苗的接种率 以便全面通关 疫苗护照的应用范围 不应该局限食事等的表列处所 而推广去到商场上班上学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 陈坚安报道 多根大学宣布 明天开始改为网上售课 香港大学说明天开始至到月底 除了必要亲身参与的课堂 其余所有学士和射试课程改为网上售课 而农历年假后的上课安排 将会在下个月8日之前公布 科技大学也说明天开始教职员在家工作 所有冬季课程和考试网上进行 理工大学就要求 继续冲穿的职员和学生在家工作和网上学习 并强烈建议他们避免外出 中文大学日前说 除了小部分实习、实验室、诊所课堂等 和已经预定的考试之外 其余课堂采取混合教学模式 即是学生可以选择上网课 而教职员就实行诞性上班时间 转发其他消息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正注视俄罗斯 在乌克兰局势的举动 再衡量是否要在北京冬奥之后攻台 本港新增4宗源头不明个案 当中有一个人感染Delta变种病毒 其余确诊的包括活路院员工等 当局说会为多类工人人士提供免费检测 4宗源头不明病例包括住在大窩口村赴强流 就读吉利靖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的18岁女学生 当局发现她的家人和一个早前确诊 住在深水堡南窗街的40岁地盘工人是同事 病人还在找 之前说有一位保安是去大窩口村工作的 她是去富邦和富民的洗手间巡视的 就好像没有去富强流的 源头不明还有东涌南天海岸影岸红A座的6岁男孩 当局说她较多时间去区里面的公园玩 住在大围美柏院的31岁女人 还有住在马安山新港城中心做电梯维修的44岁男人 验出大有L452R变异病毒株 即是涉及Delta变种病毒 涉及同一种病毒株的Little Boss寵物店群组 这个曾经去通菜街分店买仓鼠的人染疫 如活处说在至今市民交出的77只仓鼠中 验出一只在今月16日 救治旺角通菜街一间宠物店的仓鼠 让本呈阳盛 有关的家庭需要检疫 同一群组有确诊者去过的得妇道西 明星海鲜肖立专门店 也多一人确诊 初步就发现他们进去的时间就是比较接近 但坐的位置就不是很近的 即是左边还是右边 可能要当场看一看那些情况才知道 都呼吁是那个时间去过餐厅那些人士 就是需要接受检测 大澳佛教佛可纪念中学群组新增三人感染 属于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群组多一人确诊 住在东涌景湾园7座 检疫酒店群组李靖屋官立小学多两人染疫 葵涌杖山村地盘多两人受感染 初步确诊超过100宗 包括旧世军南山长者之家一个清洁工 因为没有直接接触 院有只需要检测 当局说清洁工、保安员、安老院舍、残疾人士院舍 和护养院的员工属于高风险群组 政府会为这些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亚太地区新冠疫情持续 日本重症患者人数比月初时候增加了超过7倍 新西兰的社区传播扩大 总理亚德恩取消分禮 日本的三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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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三万证据